蒸籠開蓋飄出濃濃蟹香 陶客等了一整年 總算尝到秋天當季的大閘蟹 不過看來飽滿的蟹膏 還有濃到像奶油的蟹黃 像是台灣本土養殖的中秋檔期就開賣 大陸進口的大閘蟹 首批也已經運抵台灣 目前在檢疫當中 預計趕在國慶廉假之前 消費者就能吃到 業者透露因為疫情關係 幾年進口檢驗更嚴格 不過國內大閘蟹還是進口佔大宗 本土大閘蟹只佔整體市場的5% 不像大陸 台灣池子比較小 放養密度高 大閘蟹養殖更不容易 育成率只有殘淡的一到三成 數量影響價格 以一至五兩重的蟹來說 台灣平均七百元左右 但大陸只要四百元 大閘蟹養殖潮來得快 去得也快 現在國內除了苗栗占最大宗 加上其他地區 總共也才56個養殖戶 反而大陸進口 每年都在200公噸上下 但台灣的大閘蟹 不用長途運送 在新鮮度跟養殖品館 有絕對優勢 吃螃蟹挑季節懸產地 接下來又有什麼西津蟹料理 逃客們已經蠢蠢欲動 TVB的新聞 宇欣和張一柯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